这种料理你也不收,收了有什么用啊? 你给我搞了这么久你就给我收那些 没用的东西回来 你告诉我这些有什么用 多少钱收的? 三万 三万 完全的干净看都没办法看 每个月给你们这些额度你就给我收些这样的料理回来 你是不是脑子进水了? 怎么了好哥 收的干净料理回来 每个月给他几万块钱额度就给我收些这样的料理 这是不是老敏手上收过来他跟你说的满色 你学了这么久你连一个干净你都分不出来吗? 那收的这种料理怎么搞? 这料理昨天晚上收的时候老敏说了 他说料理可以退啊 可以退? 对 你都拿得去退? 可以夜市吗?之前看到过来 是吧 有没有收据?是不是现金交易? 现金交易 有没有收据? 没有 什么都没有 你找了他 他说这个料理不是他的 你就算 你首先你能找到他的人 他不同意 他就是说 他不承认这个料理是他的 你怎么做 你知道他整个料理发生了多少这种事情吗? 老敏现在来明显的就是来坑你 你最明显的就是来坑你 那现在怎么搞? 马上去找老敏试一下吧 找老敏 之前有经常看到他 你认识他吗? 之前有看到过他 有看到过他 那你是现金交易 还是转账? 现金呢 跟老敏 现金交易 老敏我跟你说 现在他哪怕就是能转账 他都不给你转账 他直接现金交易 你今天晚上如果能找到他 哪怕就一万块钱 你找到他 你一分钱都别想对 人家不承认 转账记录也没有 他说料理不是他的 你有什么办法? 像这种你报警都没用 人家假料子拿过来卖 特别是像外地人在德东市场买料子 你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 证明你们有过交易 没有收据 没有记录 这种你就是 哑巴吃黄年 报警都没用 你跟我说能退 出货这一行就没有什么 喊退料子都是烤得眼力 说实在 我是真心想不到 三十五万 三万弹下来 对吧 你觉得你自己简单露是吧 你觉得就你聪明是吧 怪不得你现在聪明了 你头发都没有了 这种露出三万块收下来 被别人坑了 你只能自己砸在手上 你还能去坑别人吗 你还能去坑别人吗 自己拿回去想一下 这种料子